诶我谈过异地裂的你有吗 真的假 我怎么不知道这一段 他人在韩国 不一定是感情的建立啊 还有身体的建立啊 我懂了 这一集为什么要问 谁问的 出来 欢迎来到L的爱情检聊室 我们来帮你解决一些疑难杂症 我是主事医师盐P 我是他的护士 GA嘛 我们又准备了一些 大家真的觉得很需要很烦恼 很困扰的爱情当中的问题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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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那种会选择我爱我的人的 我会选我爱的人 你为什么会选择你爱的人 因为我觉得爱人很伟大 但很多人会觉得说 爱人的那一个人 通常都是比较吃亏 或是付出比较多的 对 我就是吃亏 然后付出比较多的 所以至今为止 你有谈过最长的一段 四年多吧 四年多 你呢 九年 那你还是你厉害 但是我的是爱我的人这样 很爱哦 我知道那蛮爱的 哈哈哈哈 会谁的宁静或是付出 没有 我跟你讲 出生就鉴定好这个一切了 但我有改变耶 我以前也是那种冲破头的那种 现在会觉得说 没有那么强求 那我觉得人是会改变的 你也太善变了吧 刚刚讲完 没有啦 我觉得你要看你碰到 你爱的人是谁 或是你被爱的是谁 这个人有没有给你碰撞出 让你想改变的那些因子 我觉得一个原则 不管是在爱我的人 跟我爱的人 这两个中间怎么选择 你都不能失去自己 像文艺杰就是常常会失去自己 我不会啊 我不会啊 我都很敢跟着 对我就是吃亏 然后付出比较少 所以 我谈过异地恋 你有吗 真的假的 我怎么不知道这一段 很多段都没给你报告 我跟那个人在一起两个月 他人在韩国 第一个月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我跟你在一起没有信心 我觉得语言是一个 隔阂 对 你有异地恋过吗 你那个算圆的 我最圆 台北台中 差不多 但是其实老实说 就算是有高铁 台中到台北还真的蛮远的 通常都是胎死腹中 就是说呢 你有事都闷着 然后都不跟我说 然后我关心你的时候 他还反而说 你不要关心我好烦哦 那就不要关心他就好了啊 哎呦 为什么一定要关心他 他想讲他就会讲 不想讲就算了嘛 那两个人到底建立在什么感情基础上 就建立就是 不一定是感情的建立啊 还有身体的建立啊 我懂了 确实有时候在爱情里面真的是要 不能就是太为对方想 有时候让他自己去冲撞 对就是我觉得就像 小孩要学习走路一样啊 我觉得这一集整聊是做完 应该蛮多人粉丝 自己就是针对你的 他最近他是说我最近最恋爱 还好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多看一些照片 然后想 我吓回家 我觉得你要去多看一些你喜欢的类型 还是要重拾爱情这种 冲动 还是因为照镜子觉得自己太好看 找不到自己比自己更好看 我真的没有那么自恋 你其实有耶 没有没有 你没有心动的感觉你怎么办 你要孤老终身吗 也没有吧 不要勉强自己啊 有在说啊 那我觉得你自己要消化 把标准降低一点 就像以前我一定觉得 一定要180 但我现在178 可以接受 因为他常常被180的伤害 我们今天是医生 我们给人家有点专业的感觉 不然人家就觉得我们在开玩笑 但这一题一定是你才能回答 为什么 这一题为什么要问 谁问的 出来 你要先想象一下 如果另外一半嫌你丑 我不用想象 我现在就感受得到 我也没有24小时都在吵啦 这是一个形象 真的没有 23个小时而已 我会安静 真的吗 我自己在还算安静 我通常要三个人以上我才会吵 他真的是个心理善良的人 你是说哪一位 你可以接受另外一半玩交友软体吗 不行吧 你就已经有我了 玩什么交友软体有事吗 可是现在很多人是开放性关系 如果你讲清楚你们是开放关系 我觉得OK 但如果你必须要一对一 交友软体请你删掉 就是要有共识啦 对对对 没共识就会有事 我觉得感情没有所谓的输 或是赢 真正的赢就是把自己过好 你可以为自己买你喜欢的东西 你可以为你自己去教你喜欢的朋友 你想打肉脱感觉也是OK的 整形啊 整形 最终最终就是还是要爱自己 我觉得蛮重要的 这是爱情整流式 好我看在你是医生的份上 我当初当初 刚刚当初是 处诊 刚刚对是处诊 我不跟你计较了 就是勇敢追求自己喜欢的 没有什么不对或是对 但是我觉得你要先跨出那一步 跨出那一步 OK我长鼻毛了 就是不要害怕什么 哎呀女生这样追会不会不好意思 你如果错失了这个 说不定你就错失了一个良缘 奉劝大家先爱自己啦 真的是这样 只有把自己做得好 即便没有爱情的进入 即便没有爱情在你的生命中发生 你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自信跟值得备来的 对没有爱情也可以勇敢 有爱情也可以勇敢 所以我觉得爱情是一个生命里的附加的 惊喜 但不是一个必要的存在 呃对有些人来说是啦 反正我们两个就是不同意见 喜欢他的意见就是加他的爱情 对你走这边 啊喜欢我的就加我的爱情 啊如果喜欢我们两个意见都接受就一起加 今天整个就到这边为止 喜欢的话别帮我按加订阅加分享哦 你在公司啊 你讲清楚一点 那你YouTuber 示范一次 好今天爱情整粮食就到这里了 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没有 YouTuber都要很快带过 然后你讲快一点 所以今天爱情整粮食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爱情整粮食跟我一起加分享 拜 拜 老实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谈恋爱都没有什么耐心 你不要以偿轻素在被你聊这件事情好不好 错失了这个 说不定你就错失了一个良缘 很原 对我刚刚有想你也会讲这个 通话街脉的良缘 通常都是胎死腹中 不会死在建宗或成功 就是胎死腹中 他不会跟建宗有关系 数食爱情 你得来数还要数 OK好 怎样 你心情很沉重是不是 我在想怎么接 我现在想不起来 所以我在沉思 在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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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